第一次使用在PVC的運動地墊上 我們這次比賽的一個場地是我們公司從華國進口的 這個場地在歐洲跟在亞洲裡面 有很多的國家都使用這種PVC的地墊 用在這個試內的無人持久場地上面 劉副理事長就是跟我們公司過賣 然後他可能有帶球隊到馬來西亞去看比賽 然後他有看到這個場地回來以後跟我們聯繫 我們是台灣的一個總代理 我們這個是從華國進口的 那總共的金額差不多在150、60萬左右 那這個PVC它本身是下面是有一種泡邊的彈性 那如果說選手不小心摔傷了 然後是跌倒了以後 它能夠比較不會造成這個運動傷害 現在目前的顏色裡面有二十幾種 那我們這個場地裡面是國際足球比賽裡面的這個顏色 所以我們鋪的這個顏色裡面是跟國際足球的顏色是一樣的 我裁判走在上面是覺得蠻舒服的 而且它的安全性很足夠 然後對球員來說也是一種有相當的保護的作用 之前在國內沒有踢過這種場地 覺得還蠻新鮮的 踢了可能摔倒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那種感覺會痛還是怎樣 但是就會有一點爬不起來 因為比較軟的關係 可能太舒服了下去就不想起來 對啊 對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